回来节目时间 找Jason出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第一提的是K曾 他说想问华雄半导体1347 他就是$38有货 他问你现在应该建议他如何处理 看到晶片股近期出一些业绩 无论外围也好 或者香港中心也好 做得不错 华雄半导体过去的这几个月 都由各位回了一阵下来 我都觉得其实去到这些价位附近 初步是有些支持 所以如果你问我 有货的话可以先拿着 当然不是说一望 就看回去之前五十几元的高位 我觉得如果你说短线纯粹是追落后的话 都可以看回上去 譬如43、44元 只要你说短线整个市货不是说太矮的话 这些落后或者过去两个月 都调整得比较多的股份 有条件是叫做追回浸的